郑佳颖儿子满月,正脸曝光大眼睛有神直钉帅爸爸 陈凯琳美艳如初 时间过得真快,还记得当宣布儿子出生 自己喜当爸爸的消息,今天儿子已经满月了 此时此刻,郑佳颖特别高兴 还在微博上晒出了儿子的满月照 并附上英文 I love whiskey my eyes and the auto-arrafa Happy on my birthday baby 翻译过来是我也会一直盯着你的,Lafa 一个月生日快乐宝贝 看来儿子的小名叫Lafa 3月16日,郑佳颖在微博晒出儿子满月的照片 她抱着儿子开心合照 而儿子睁着大大的眼睛很温柔的看着爸爸 不哭不闹,很安静也很听话 她们之间好友爱 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作为港姐近妈和不老男神的结合体 小宝宝非常帅气,肩下巴高鼻梁 大眼睛更是有神,真是漂亮宝宝 继承了郑佳颖与陈凯琳的好基因 而且一个月过去,她常开了不少 尤其常常的黑发格外抢劲 郑佳颖开心庆祝自己的儿子满月,抱着孩子不撒手 陈凯琳虽然刚出了月子 但是在月子里还出席了活动 接受媒体采访还光彩如初 迅速恢复身体保持好状态,可谓是美丽辣妈 郑佳颖不介意老婆月子里就付出工作 虽然陈凯琳是亿万富豪家的千金 却丝毫没有小姐脾气,孩子由月嫂保姆照顾 美妈当然是出门社交工作 迅速恢复产前状态,真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郑佳颖和陈凯琳开心地抱着儿子 一家三口的脸贴在一起,什么也不会把他们分开 虽然郑佳颖比陈凯琳大22岁 和陈凯琳的父亲是同龄人 但是美女港姐钟爱这一款 迅速结婚生子巩固婚姻 港剧中的不老男神真是好福气 陈凯琳小儿子的满月蛋糕画上了羽毛球 原来是因为郑佳颖是羽毛球迷 平时的爱好就是打球 看来以后要培养儿子当专业运动员 不当明星反而进军体育圈 有着明星父母的基因,未来不可限量 也是大眼睛帅哥一枚 你喜欢他们一家吗? 2018年8月12日 49岁的郑佳颖与27岁的陈凯琳于巴黎岛举办了婚礼 今年生了儿子,郑佳颖的陈凯琳